短线来说,我觉得反而是多上升空间 中长线来说,我反而会有另一个看法 我觉得中长线看阿里巴巴 你叫中长线,我们可能会有一个价值投资 或者是大家希望,可能你投资一年 一年之后股价会继续飙升 但我又觉得中长线,其实阿里巴巴还是不明朗的 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? 我们以一些,譬如他的三大业务来说 譬如阿里来说,他电商业务方面 大家都见得到,譬如京东拼多多的追港 我觉得市场加上你还有一些不同的平台的直播大货 我觉得他竞争是剧烈的 第二样东西,其实他之前阿里最有憧憬的那样东西 就是阿里云 其实你看到云计算是很明显的,一个国际民退 除了不单止国际民退之外 其实你见得到,譬如中电商天翼云 那些都在抢上来,甚至乎腾上去都在抢上市场 我觉得这件事阿里的优势是否这么大呢? 它是否真的可以继续找一些,不断地找一些新客 还有它国外国的扩张 你是不是真的比Microsoft、Amazon那些呢? 那我觉得这件事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另一样东西呢?譬如说金融方面呢? 现在有一样东西好呢? 我想买集团有得上市 可能是说100元的贷款,可能50-60倍的杠杠 那现在你经过了它的整顿之后呢? 就是现在变成是,喂,你真的是一元还一元的 那甚至乎你现在其实,就是你反过去买集团 就是找人支付宝那些,你变成是一个网上面的一个 好像类似网上面的建行那样 那你这件事,你的估值可以做得多大呢? 还有你的资本可以做得多大呢? 你的想象空间在哪里呢? 我反而觉得现在呢,买集团就算上市的估值呢? 跟之前的天价估值呢? 我觉得一定是差得都挺远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中长线呢? 反而我会觉得阿里不明朗因素都挺多的